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教各位如何從零開始學習怎麼使用Gate 我會教你們使用一些基本的指令 如果你完全沒有使用Gate 你可能會有點疑惑 Gate 跟 GitHub 到底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先來講解一下這兩者的差別 然後我們再進入實際的教學 首先Gate 它是一個版本控制系統 那版本控制系統的功能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想的有點像一個遊戲存檔的功能 也就是說 在一個遊戲中你可能存檔然後繼續玩 然後你死掉之後你可以回到過去的存檔 你可以存很多次檔 然後死掉的時候就回到任意一個存檔的點 那Gate 的功能就很類似 你可以在一個開發的過程中存檔 然後繼續開發 然後可能開發之後會推出新的版本 然後可能開發之後會推出新的版本 那如果你突然發現你有一個Bug 然後你想要回到過去的版本 然後你想要回到過去的版本 這時候你就可以使用Gate 回去 那再來它還有共同開發的功能 那在一個比較大的專案 可能會有不同的開發者要同時進行開發 這時候你如果要進行同步的話會非常麻煩 如果你要手動你可能要傳到USB 然後或是Google Drive 然後再讓對方下載檔案 然後你們兩個如果同時改檔案 那你們之後要整合 非常麻煩 那Gate 就處理了這個問題 它讓你有一個中央的Repository 然後你們做修改的時候 它有固定的方法可以幫你融合不同的版本 那GitHub 它是一個遠端的hosting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建立Repository 然後開發 這就有點像一個Google Drive 那你在Google Drive可以上傳檔案存在遠端 那GitHub 就是可以讓你建立一個Git Repository 然後你可以從上面下載你的Repository 或是別人也可以從上面下載 然後你們可以可能更新或修改這個扣 再把它推到那個Repository 更新那個遠端的東西 那所以 我最後再用一個圖片來解釋一下 如果你使用Google Drive 那你從電腦1跟電腦2 你都可以從它下載檔案 那GitHub也是 你可以從電腦1 從GitHub下載你的Project 或是你也可以從電腦2下載 然後你從電腦1也可以做修改 電腦2也可以做修改 就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GitHub不是唯一的提供 Git的服務的 就像你可以使用Google Drive 如果你要使用遠端硬碟 你可以使用Google Drive 你也可以使用微軟的 或者OneDrive或是DropBox 有很多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除了GitHub之外 也有其他Git服務 像是GitLab等等 所以它不是唯一提供Git服務的 那介紹大概就這樣 我們接下來就進入最常用的Git指令 那我今天想做一個簡單的GitHub教學 教你一些非常基礎的指令 那你一定要會這些指令才能開始使用GitHub 那我這次會使用Windows示範 我不太知道大部分人是用什麼作業系統 如果你不是用Windows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我知道一下大部分人用的作業系統是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你必須要安裝 你可以叫做GitBash 在這邊 你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安裝 那我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開始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我先 我有一個資料夾叫GitRepost 那我在裡面放我所有的GitRepository 那GitRepository是什麼 它就有點像一個GitRepository 就是放你一個Project的東西 所以對 每個GitRepository就包含一個Project 那我現在要建立一個新的 所以首先我要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那假設我這次的Project 叫做Hello 那我進來裡面之後 我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然後打開GitBash 因為我已經安裝好了 那我打開之後 它現在只是一個普通的資料夾 那我要這麼建立一個GitRepository 我就可以在這邊打GitInit 那這時候它就已經變成一個GitRepository 所以現在呢 我在這邊新增一個檔案 假設叫Hello.txt 然後我在這邊打GitStatus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UntrackedFiles 那一個UntrackedFiles就是 你還沒有把它加到Git 所追蹤的檔案裡面 那你如果加進去之後 Git就會幫你 追蹤這個檔案所有的變化 所以你如果對這個檔案做修改 Git就會知道 那我現在就 我再新增一個檔案 叫做Hello.to 然後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打GitStatus 它就兩個都會出現 那假設我想要 加GitAtHello.txt 這個就會把我的Hello.txt 加到Git追蹤的檔案裡面 那我加完再用GitStatus 你會發現這個 加進去的變綠色了 沒加的還是紅色 那你加好檔案之後 你可以執行一個 有點像遊戲存檔的功能 所以Git它的目的就是 讓你可以存檔 然後回到之前存檔的地方 有點像一個遊戲你存檔 就是為了你以後 如果死掉或怎麼樣 你可以回到之前的地方 那Git的功能就有點像這樣 所以我在這邊 打GitCommit GitCommit就是一個存檔的功能 那它會打開你的一個編輯器 你可以改你要用什麼編輯器 可以改VS Curve 或是VM或是Nano等等 那我現在先不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沒有存檔 我直接跳出來 我跳出來之後 你可以直接用-m 那-m 如果你加-m 到你的Commit 你就不需要使用文字編輯器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打一個 Double Quotes 然後裡面打你要的 Commit訊息 比如說我想要叫Hello 然後按Enter 它就Commit 所以你不需要使用文字編輯器 那我打GitLock 你可以看到 我已經有一個Commit在這邊 那我在打GitStatus 你會發現 這個HelloTo還在 可是Hello不見 因為Hello 它被我加進去然後存檔 所以它已經不會在 這邊顯示了 這邊顯示的只有 你有改動的部分 那我已經存檔了 所以 它就不會顯示在這邊 那HelloTo我沒有加進去 所以它沒有存檔 所以它還在這邊 那假設我現在打開Hello 我加一個訊息在裡面 我再打GitStatus 你會發現 兩個都出現 Hello是Modified 那HelloTo是Untract 那假設這次我想要把它兩個都加進去 我可以打GitApp點 那點它就是指你目前所在的資料夾 所以 你打點的話 它會把你所有目前資料夾的檔案都加進去 所以打完之後 我再看GitStatus 你其實可以不用每次都打Status 我只是為了讓你們看效果 所以你加完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都變綠色 然後我再打一個Commit 好 那它就存好檔了 我再看GitLock 你會發現它出現了兩個Commit 好 那基本上 這就是你需要匯的基礎指令 基本上你會這些詞令之後 你就可以把檔案上傳到GitHub 當然你要回到過去的Commit 或是怎樣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不過我就不在這個影片講 那我之後可能會出一些其他的影片講 branch 或是回到之前的Commit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先講講要怎麼把它上傳到GitHub 所以你先打開你自己的GitHub 那你要辦好帳號 然後你再點這邊的加 就可以新增一個新的Repository 點這個New Repository 然後假設我想要去名叫和樂 然後public就是別人可以看到 private就是別人看不到 那我就在這邊create create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新的Repository 然後你要 把這個Repository連結到你的本地端 那你要怎麼做 其實就是 複製這個指令 那這個指令就是 GitRemoteApp 就是等於把這個網址加到你的remote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origin 所以 我就在這邊打 GitRemote 然後我想要加一個名叫origin的remote 然後它的網址是這個 加完之後你可以打GitRemote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會把所有的列出來 那你現在只有一個叫做origin 因為我剛剛加進去 加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打 GitPush-U-origin-master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寫一個master 就代表你現在所在的branch 是master 那Git可以創建非常多的branch 不過 這邊我就先不討論 基本上你一開始只要知道 你主要的branch就是master 然後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 你會把你的 masterbranch 推到這個origin 那origin就是這個github OK 那這個-u的意思就是 它會把你的預設設成origin 所以假設我沒有打-u 哇這邊還有障密 好我打好障密了 然後 你可以看到它就繼續執行這個push 然後它已經把它push上去 但是你每一次要打這個git push origin master有點麻煩嘛 對不對 所以 因為我現在已經push上去了 所以我現在 不能再push 因為我現在沒有新的進度 我如果再跑一次的git push 它會說everything up to date 因為沒有任何新的改變 那我現在假設 我改這個 我改hello2好了 我在裡面加一個訊息之後 我再看git status 它已經被修改 那我現在要把它推上去 我必須要add git add hello2 加這個 加這個 我要commit 加好了 然後這時候我如果要push 我可以用git push -u origin master 那我加這個-u之後 它會把你的origin master 設成預設值 也就是說我假設再修改一次 然後我再git add 然後再git commit 然後很mid之後 我可以直接打git push 我就不用打git push origin master 因為-u已經 幫我把它設成預設值 好 所以它現在已經push上來了 那我在github重新整理 你可以看到 它已經推上來了 我看一下 你在這邊點 commit 可以看你所有的紀錄 所以github就是有點像一個google drive 它幫你存 你的github 的東西 那假設你現在要在另一台電腦開發 你可以怎麼做 你其實可以 你其實可以 假設我現在把我的hello 刪掉 我把這個資料夾刪掉 然後我在這邊再開git bash 然後可以git clone 然後可以git clone 然後貼上這個網址 然後我再進到這個資料夾 你會發現它會把整個repository下載下來 然後你打git log 你也可以看到過去所有的紀錄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要使用github 你可以在不同的電腦 同步開發 同一個專案 那今天的教學就大概這樣子 以後我可能會再出影片講一下branch 跟怎麼回到過去的commit 謝謝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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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